盘底西游记十大谜团 1.孙悟空被压五指山 为什么不变小出来 答 因为五指山上压着如来的法铁 动都动不了 法术都被禁止了 孙悟空大闹天空后 如来佛祖受到玉帝照请降妖 孙悟空和如来开始斗法 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 怎么都没办法翻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还被压在五指山下 孙悟空被降服了之后 天庭众人以为高枕无忧 还特地举办了宴会 可孙悟空是谁 他差点把山给掀了 关在时刻 却被千里眼和顺风耳看到 禀告给玉帝 玉帝还没来得及说话 佛祖就说不碍事不碍事 然后拿出了一张铁 叫人把这个铁子贴在了五行山上 把这铁子贴在五行山上 从此无法无听的麒麟大圣 变成了地上的普通猴子 据我所看 这张法帖就是封印 封住了孙悟空的所有神通 所以孙悟空才没办法出来 二 王母和玉帝是夫妻吗 不 是同事 那些年王母娘娘 玉帝 嫦娥 三人不得不说的小故事 在三界之中喧嚣一时 王母娘娘和嫦娥 这场正宫和小三的battle 引起不少好事人分分战队 但其实 王母娘娘和玉帝 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王母也正惜王母 她的丈夫是东王公 也就是东华帝君 人家夫妻的情侣名这么对哦 居然还有人把王母和玉帝凑一对 东华帝君人在家中坐 绿帽听上来 而且嫦娥后裔这对孔明鸳鸯这么有名 怎么又把嫦娥配给玉帝了 后裔的摄日神剑已经按捺不住了 这件事在原初戏游记中 也是无稽之谈 而玉帝的配偶 在各种神话体系中提及较少 所以 在这场三个人的电影中 单身的只有玉帝 而且王母和玉帝 一个管女神 一个管男神 地位相等 玉帝这个工具人在感情中啥也不是 三 是谁先传出吃糖酸肉长生不老 这个在我之前的深度解析中已经提过了 幕后主使大概率是观音娘娘 因为戏游记中总共有四大舟 彼此并不相连 而且妖怪们大多有自己的地盘 不见他们喜欢串门 所以这消息只能是神佛公寓传出来的 而且沿着取经的路线传了一路 因为佛祖将取经的任务交给了观音菩萨 最能明确唐僧师徒取经路线的 只有他 而且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观音菩萨为了凑够着九九八十一难 又是见老君的金银童子 又是故意将成圣的四人吹露反间 还在四圣是产心亲身上阵 除了观音菩萨 没有其他人由此恒心和毅力 做这件吃礼不讨好的事了 4.地藏王和阎罗王 谁是地府住在这 都不是 其实地府地位最高的是丰都大地 地府就是丰都的别称 这个概念来自道教 在各种神话体系中 丰都大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的地位 而地藏王来自佛教 虽然一直居住在十八层地狱 度换罪恶滔天的恶鬼 但是在地府中根本没有决策权 就像全国文明的大学教授 学术论文做得局势无双 但是有决策权的还是校长 而阎罗王这个称号来自梵文 后来经过本土道教的扩充 变成了十大阎王之一 而且不是最厉害的 只负责凡人生死 普罗大众的观点一般是包拯王过后 出任阎罗王一职 所以阎罗王的地位是低于地藏王的 但是阎罗王在民间影响力十分广泛 由于阎罗王让人三更死 谁能留你到五更的打油是太火 所以他的知名度比所有人都高 五 龙在西游之中地位有多低 答案是龙在西游之中就是一盘菜 地位高点的就是合同工 这一点在之前的深入解读中也做过了 论据非常详实 一 小白龙堂堂龙王三太子 尸首打碎了一个宝物 结果就变成了腾僧角力 连徒弟都做不了 二 四海龙王遇到宋悟空耍混淘宝物 四个龙王旗帜都没胆子动手 还一人一件宝物送走了宋悟空 最惨的还是静河龙王 少下了几滴雨就要被御帝处死 这些还是龙族地位最高的几位 至于其他的普通龙族更惨 精致大胖雕每天就要吃龙 吃不到就不高兴 吃到龙王心痛只能找佛祖诉苦 综合来看 龙在西游中的地位不高 六 嫦娥的地位有多高 很高 可能只比御帝稍逊一点 很多人认为嫦娥只是个巫女 猪八姐当当天很元帅 只不过调戏了个巫女 怎么就要转世投出台 所以嫦娥和玉帝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其实这句话对也不对 在电视剧里 嫦娥就是月宫之主 绿兔的主人 但在原著中 月宫的主人是太阴行君 嫦娥只是她众多侍女的名称 所以嫦娥不止一个 猪八姐调戏的只是她身边的一个侍女 在原著中 孙悟空对太阴行君比对玉帝还要尊敬 太阴行君下界捉玉兔时 虽然她公公尊敬的 口称失回避了 电视剧里把太阴行君和嫦娥的身份给合并了 所以天鹏元帅转头猪胎 真的是活该 七 佛教道教哪个更强 之前有粉丝提过 西游记是异道养佛的 所以对我将道教人物排在佛教前面表示不及 但其实作者吴承文并没有明确指出佛道 谁比谁高 只是讲的是取经 所以佛教讲的比较多 但并没有故意贬低道教 比如说太上老君化胡为佛 是佛教的启明者 但他本质是道教祖师 而道教地位排行是三亲 四狱 五大长老 如来只排在五大长老之列 大家不要被电视剧《约皇大帝》的窝娜样给误导了 其实在原著中 玉帝根本没那么弱 只是照令如来评论 如来奉旨前来 还吹了一波玉帝的功绩 一个猴子不止死活 玉帝活了多少多少岁 已经多少多少年劫难 所以道教应该是比佛教要强的 八 猪八戒的天纲三十六变 比孙悟空的地煞七十二变 谁厉害 地煞七十二变厉害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解 这两个变化之数 一个天 一个地 天比地高 所以天纲三十六变 就应该比地煞七十二变厉害 如此误解 还有正原子大仙的地位 它是地仙之祖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 应该把天仙都排遍了 才轮到它 大错特错 俗话说得好 硬做鸡头 不为凤尾 正原子大仙 连三青都能攀上交情 比起一般的天线 地位不知高了多少 再说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变化之数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能变飞虫 变西瓜 变房子 活物死物都能变 多精巧也不怕 可猪八戒呢 只会变山 变树 变石头 变赖象 变水牛 变大胖汉 唐松仕途经过通天河时 借宿 陈家庄时 听闻灵感大王吃人 孙悟空和猪八戒 就变成一双儿女 替他们前去 孙悟空轻轻松松地 变成了一个小男孩 结果猪八戒变成小女孩 还得让孙悟空帮忙 所以说猪八戒的天纲三十六变 是比不上孙悟空的地下七十二变的 九 天庭中比御帝还尊贵的都有谁 三青 西游记中 道教的地位排行是 三青四玉五方长老 孙悟空刚被封闭满温时 过得十分潇洒 见三青称贵老子 逢四弟到个陛下 与那九要星五方将二十八秀 四大天王十二元臣五方长老 普天星象和汉群神 据指以弟兄相待 彼此称呼 但是在西游记里 很多神星并没有出现 所以大家默认的三青指的是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领保天尊 四玉指的是 中天紫威 北极大帝 南方南极 长生大帝 勾成上宫 天皇大帝 成天效法 后土皇帝旗 五方长老指的是 东方崇恩圣地 南方南极观音 西方如来佛祖 北方北极玄灵 中央 皇极皇绝大型 三青之中 只有太上老君 出现比较频繁 所以他才应该是 西游记里的大boss 十 孔雀大明王菩萨 到底是男是女 应该是 雌雄一体 孔雀大明王 在西游记中 并没有过多出现 但是已经被我提过 很多次了 因为他的儿子 如来和弟弟 矜持大碰掉 很多人问 大明王是男是女 在封神榜中 孔雀大明王 是男的 叫孔萱 是殷商臣子 但是到了西游记后传 又变成了女人 不仅生下如来 还生下了吴天 在西游记里 孔雀大明王 只出现在 诸子国国王射中佛母 双生子中 诸子国国王因此身陷 拆奉三年之苦 但是追根溯源 孔雀大明王 和金雀大碰雕 都是凤凰赶 交合之气产出的 所以凤凰没有经过交合 就自己生下来了 这对双胞胎 据我推测 孔雀大明王 应该和自己的父母一样 雌雄同体 反正在神话体系中 不需要交合 也能产子 俗话说得好 改编不是乱编 细说不是胡说 西游记是大未解之名 我根据原著 电视剧 还有风神 民俗 神话体系等等串联之后 撰写而成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讨论 交流